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字那么立定以后写成这个字形 这个右是手也 是一个象形字 段一台柱说 这个字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说右手的这个右 从左从口的这个右 许顺没有说这是这个右手 而只说了一个手也 意思就是说这个字形 就这个字形其实有两个意向 一个意向是专指右手 一个意向是肩左右手 而言之 那么如果是还有这个字形 还有这个字形 是把整个手都五指都画出来 这就是后来的手 学生说这个从左从口的这个右是柱的意思 有些人说这个跟这个左柱的意思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看一下段一台的柱 右者手也 手不足以口柱之 所以叫做柱 那么现在人们在写字的时候 都用这个左右 来表示左手右手的这个字 而这两个字 而这两个字 这个字形 那么不单独使用了 这个字形呢 被假戒去表示虚词的右 另外呢 人们还造了这两个左右 表示这个左柱这个意思 说了半天 无论是许胜还是段一台 都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从左从宫和从左从右 从口的这个左右 都是表示住的意思 这两种住有什么不同呢 好 其实这个右是右护的意思 上天右护 是上天给你帮助 这是右 因此这个右总是上对下是右 而左呢 一定是处左 是下对上 那么这个意思是从哪来的 对一般人而言 这个右总是主 而左是次 这个主次的关系 从左右手的主次关系 从左右手的主次关系 有这个 引伸出这两个左右的不同的引伸方向 好 这是左并配 右圆腑 这里面 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病 是 这几个病 大家注意 这些 我们这个数写 数列的这些病 其实是 易写的关系 同一个字 有不同的写法的关系 而 第一列的这三个病 在一般的古汉语字典 比方说王陆古汉语字典 古汉语长子字典 新华字典等等 都会列为不同的字头 意思就是说 这三个病 在古代是三个不同的病 这个病 是二人 像二人病例的样子 二人病例 所以如果是 比方说行 兼而不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年轻人和长者一起走的时候 要退后一兼 不能够平行 因此两个人并进 七驱并进 是这个病 而这个病 是表示两个人 相并合的意思 两个同类的事物 并合在一起 是这个病 这两个字的读音 这两个字的读音也不相同 这个字 上古汉语当中是 病母字 阳部字 这个病 上古汉语是 这个 八母字 根部字 所以 生母育母 都不相同 主要 主要原因也不相同 因此 这个病字 可以通 这个棒子 可以通 这个棒 一棒的意思 而这个病 而这个病 可以通 这个饼 表示 抛弃的意思 庄子里面说 国诀 病 病烟 写的是这个病 国诀 病烟 就是把国诀 爵位 毫不吝惜的 抛弃掉 所以 这个病 是通 这个 病气的 病 这个字 比较麻烦 我们 后面遇到的时候 再讲 就是从读音上 它是跟这个 病是一样的 但是 在语音上 在用法上 那么它跟这个病 有更多的重合 所以这个 单理人的病 我们先不管它 这两个病 具体到这个句子里面 左病 配 表示病龙的意思 其实 应该是写成这个病 火病的病 大家觉得 应该写成哪个病 火病应该写成 123 哪个病 第二个 有不同意见吗 你们读古书 比方读这个 水浒的时候 繁体的水浒的时候 你们注意到 火病是写成哪个病 好 大家回去查一下 好不好 并且考虑一下 这个火病的病 为什么写成这个病 好 这是 左病配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圆字 许慎讲的也很清楚 圆就是隐也 隐就是 拿过来 伸手拿过来 这叫做圆 伸是 鸡骨饼也 用这样 一个 定中结构 把伸的意思 解释得也很清楚 就是 敲骨的骨唇 就叫做伸 而骨 骨很明显是 一个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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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造字结构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悬挂骨的绳子 那么这个人一只手拿着一个骨 符 去敲这个骨 这叫做骨 这个经文里面的写法 更清楚 因此 这个骨的本意 就是 动词 大家中学学过这个 天然骨支 请坐 那么这是中学 大家经常会提到的 所谓 透足音节的这个支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骨 这个动词 里面有两个语义要素 一个是 拿着骨锤 敲这个骨 这个动作 同时呢 它又包含了 被敲击的这个对象 这样一个动词 后来 引申出 那个被敲击的那个对象 这个意思 同时 它本身不可能再带宾语 如果带宾语的话 就用支 这个支 就指代这个 骨 这个动词当中的 一部分 语义要素 就敲击的那个对象 这是 把一个动词当中的 一个语义成分 给它分析出来的 一种表达方式 刘同学说 好像你特别不喜欢 那种凑足音节这种说法 当然 人们唱歌的时候 会有很多凑足音节的东西 呼尔嗨 是不是 雅虎一 这些都是 凑足音节的东西 但是在散文当中 写文章的时候 我不知道在座的周围 有没有这种习惯 在某个地方 加上一个凑足音节的东西 加上以后 可能老师在判作文的时候 就会给你下面画个红线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加这个字 就是在实际语言当中 我们很难想象 人们在经常会用一些 没有意义的凑足音节的东西 整个进军帅车上的这三个人 应该说都很出色 主帅希克很出色 流血急剧的情况下 味觉古音 郑求环也很出色 那么够有险于陛下推车 虽然还没有跟敌人近距离交战 但是他很好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而谢章应该说 尤其的出色 那么在再伤的情况下 一声不吭 在这个主帅 玉环入弊的时候 他从这个 说了这么一大番话 激励自己的主帅 这个坚持 把这个战争打到底 而且他左并配右远腑而骨 可是这位先生本来就已经在伤了 无论是贯穿首部的那支剑 还是贯穿首部的那支剑 对他的身体都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那么这个时候他又要控制六配 又要远腑而骨 我们可以看 就想象到一定会出现马意不能指的情况 对不对 就这个四匹战马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这样的帅车自然而然的就冲在了最前面 于是整个进军跟在帅车的后面就冲上去了 结果就是奇师败迹 这个败迹我们前面讲过了 整个齐军就被打了个稀里哗啦 进军紧追不舍 追赶这个齐军 围着划不住山 跑了很多圈 好 这里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义字 许臣说义是师爷 从措兔 为什么要从兔呢 这个兔子 当老鹰从空中俯冲下来的时候 兔子会装死 所以这个慢就是欺骗的意思 通过装死来逃跑 这个是对大家来讲应该是常识吧 这个兔子会四脚朝天 装死 所以这里面 断乙才的柱更清楚 他说这是用谍运的方式来进行训施 就是义和诗 是谍运的关系 运母相同 义的王义的意思 是本义 从这个王义的意思 引申为义游 侠义这样的意思 这是一个会议字 这个断义才接着说 这个兔子善逃 所以从兔错 这就好比这个锥 善飞 所以夺这个字 就从手持追而失之 夺这个字 大家看一下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 下面是寸 表示手 鸟从手里飞走了 这是夺 夺就是脱 这个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